身份來面對中信兄弟 這一球打得不是太理想 今天的三壘手是阿里英 出局數 會避免讓這個陳俊秀 在接球的時候 還要有點向後退 你們看這傳得好像有點偏喔 偏踢的球 三壘手梁家榮抓到了這個彈跳 NICE 也沒有辦法回來 看到突然 喔 你看手套要趕快拉起來 拉得夠高耶 實在厲害 要接到這個球不容易耶 出棒打高了 內野上空的飛球 是誰要接 梁家榮 因為還是要以球隊的戰績為重 這一球 又是梁家榮 這一球打得也是蠻強勁 彈跳也是蠻靠近守備員的 直接呢 被他接住 另外呢是被 裁判接住 所以他今天 周志祺紀錄上是沒有安打 好 今天的地主球隊啊 領先的情況下 選出最佳表現 我想梁家榮這個是捨我其誰 這是一個難度非常高的 NICE PLAY 好 想要用偷點的 哇 這個可能是點出一隻內野安打 第一場比賽 打米狗這邊喔 我記得郭勇偉也有一顆喔 我想這根 我覺得推進也是一個問題 覺得直接打 喔那這樣子是一個5 4 3 因為方克偉的速度 如果真的沒有安打的話 還有一棒二棒喔 那 結果 選擇讓他自由發揮的情況下 又變5 4 3的雙殺 出棒 打得並不是蔡理想會自踩三壘包 再傳一壘 傳偏了 問題就是陳俊秀其實很快就做一個判斷 以接球為主 沒有讓這種傷害繼續擴大 你勉強要接 然後跟袍子有衝撞 甚至漏到後面的話 會變成好像得點圈在佔兩個袍子 那下一棒輪到的是高國輝 再看一次啊 踩到壘包之後傳一壘傳的是比較偏哪 壓低的球路 打得不理想 不過還是只能選擇傳一壘 來得及 哇那這一局就又變成說 富邦如果沒有掌握到的話 對史博來講 第二次又是這種完成最低消費的話 欸 出棒了 但是三壘的滾地球 接球之後呢 穩穩的傳一壘 不過回來啊 因為王政堂太積極了 打第一顆 都是集中在前三棒 對 又是梁家榮 又是梁家榮 又是梁家榮要趕快傳了 一個半都接到了 一眼就好球 這一棒打得並不是太理想 又要考驗梁家榮選擇傳 三二二 不過還是打死 不過還是打死 連續五個半局有生意 他今天會不會 就覺得我也太忙了吧 而且他的這種處理 都是要曲前處理啊 然後要抓速度 打他傳壘 對至少有三顆 我們講曲前處理 是男男男後面的這個 跑街傳的連續動作 需要比較多的一個身體的一個協調性平衡感 出棒 又要考驗梁家榮 又擋下來了 傳一雷 很少 只有一個點 哇 出棒 攔得住嗎 傳二雷 來不及 一二雷有人 這會有變數嗎 因為王正航這種 因為在九分 只要有去都可以學 結果這一球又找到梁家榮 球隊有攻守兩端都有貢獻 這球當然是沒有打好 但只是說這個難度就是 其實三類手都必須要做一個正確的判斷跟處理 那現在對於富邦來說 結果又是梁家榮的美技 我不是 我只是 萬磁王 那是不一樣的 都不一樣 這個是吸塵器 因為這真的是很 因為是很強勁的球耶 難度相當高的球 然後投出去打高了 但是這個沖天炮是誰要來接 只是是給梁家榮 接到了 哇 今天要接這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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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雖然呢 比賽是平手啊 但要選今天的最佳表現 又是 阿瑩 真的是變成了 這個系列賽 本週的一個比賽 精彩美技的場 球技的數據 一定當下然後近況來看 哇 阿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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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 放三點 放四點 再跑回去 是可以的 是都可以的 你要看二連有沒有人回去補位喔 這個都是一些小細節啊 結果這一棒打出去 要考驗的是梁家榮 到了船一壘 結果發現減多是同一周的 好球喔 這個以外太多這種搶在前面的彈跳 然後行進間接船的這個 好那這裡是一 再看一次剛剛梁家榮的一個手臂 重點是後面喔 你在行進間 好今天呢球隊領先啊 選最佳表現 誰咧 又是阿靈啊 在本周啊 他的這個手臂啊 又不是一次啊 會被選成了 今天的最好的一個手臂每季 最近 這本 不是